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最近我想大家都有留意這個河馬事件, 可能大家就會對大陸做這個網紅 或直播主賺不賺到錢這件事就充滿好奇。 今天就找到一個文章, 就說現在在大陸想做自媒體賺錢的人竟然有90%都放棄了, 還說現在這個所謂內卷更強過職場, 他說那班辭職、做直播主的年輕人現在發現, 識寫文案、識剪片的人實在太多了, 他說現在自己日做夜就去產出內容, 做賣引樓、賺賣粉絲, 或者跟好多人合作, 不單止無得食餐好, 而且又要起得早, 最終整個月的收入可能只有兩三千元, 有些甚至乎是未熬得到賺錢那一刻, 就已經養不定自己要去打工。 這班自媒體博主開始發現, 靠內容賺錢越來越難, 不單止平台對創作者直接現金獎勵縮水, 就連品牌合作接廣告的數量價格也不斷下滑, 甚至乎腰斬。 這個新聞就找了一個在成都生活戶外出行博主, 他曾經發文在吵鬧, 就說自己行情好的時候, 一個月就可以接到七八單合作, 七到八單, 每一單大約有一萬元人民幣左右, 但現在平均下來每個月只有四單, 價錢跌到三千元, 他說影片可能會高些, 但都只有五千元, 收入大縮水, 他說一兩萬的收入, 扣除生活成本, 他現在開始考慮要上班找事做。 其實自媒體這一行是這樣的, 有句話叫好天斬埋落雨柴, 你紅的時候, 你要盡量做多些接多些單, 到你不紅的時候, 或者流量沒那麼勁的時候, 你也要守得住, 看下有沒有下一次爆紅的機會, 所以就不能夠大手大腳去花錢。 但有個好大問題, 就是這班離職直播主想要回去上班, 其實在現在的大環境下, 是沒有對的、 適合的工作崗位留給他們。 即是說, 他們做了自媒體, 如果他卷不贏的話, 他是沒有退路, 他找的工作, 又可能叫做沒有理想中那麼好的。 那這一班叫做即剪片, 識寫文案, 似乎是有能力接到單的人, 都要考慮去打上班。 你說河馬, 靠著他在直播上不停講粉絲飽飽, 每日就賣慘, 能不能夠賺到錢呢? 應該是不能夠賺到錢的了, 而且每日進去都不停有人去罵他。 他現在可以講得上是唯一一道戲, 看回文章啦。 這個文章繼續講到, 有一個前探店的博主探店, 即是說他那些店舖、 試食、拍影片、 飲飲食食那類所謂的博主, 他叫小暖, 他就跟他們分享自己離職做博主的實際經歷, 他說下定決心之前就心動了好久了, 疫情的時候每日在家拆抖音, 小紅書, 看到那些人有幾萬粉絲, 這樣發下發下, 都可以接到廣告好羨慕, 他覺得做這些博主或直播主的門不高。 於是他發了幾條內容, 全部都是跟美食相關, 瀏覽量和互動量都不錯, 他覺得如果自己能夠全心全意地做, 經營好自己賬號應該都能夠賺到錢了吧? 於是他辭職, 全力去做博主半年時間更新內容, 竟然去到三百條, 最終的粉絲量去到兩萬左右。 整個過程, 他覺得最難的不是拍片或出內容, 而是長期沒什麼流量, 只有幾顆讚, 幾日都沒過粉絲的情況下, 仍然要堅持每日發內容。 而令他覺得最迷惘的是, 那些他認為自己會火紅的, 或者是所謂精心策劃的內容。 怎知發佈完之後, 數據好一般, 有時候為了繼續更新, 所發的內容反而互動效果很好。 這個情況其實在我身上都有出現過, 有時候你很用心寫好稿, 結果你那條片沒人看, 真是沒人看, 有時候你沒稿的, 你長說的片, 竟然流量很強, 有時候我都是覺得很奇怪, 我不明白為什麼。 這個流量你根本捉不透摸不透, 甚至你花錢下去拍, 結果都是沒人看的, 你是回本都回不到。 那麼他這個報導繼續講到, 他說自己用了大約兩個月, 先認清現實, 他覺得如果要想在網上賺錢, 就要按住平台的算法規則, 要學識妥協, 而做這些網路博主能夠賺到的錢,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多那麼容易。 那麼講到, 說自己在沒什麼粉絲的時候, 根本就沒所謂的商業單可以接, 跟普通股客一樣, 入去就要自己去給錢, 去消費,去拍素材, 第一個月這樣分攤開的, 就已經有幾千元的開支, 後來加入了一些接單群組, 會有新店開張活動體驗要約, 遇到比較有良心的商家, 可能會給回幾十元, 一兩百, 逐居馬費, 不用貼錢做了。 那麼一個月下來, 可能就會剩下幾百元, 而他真真正正接到第一單的商單, 即是廣告, 就在他的帳號累積到五千粉絲之後, 又同一個酒店餐飲體驗相關活動來的, 就用圖文形式去顯示報價1500元, 而這個品牌坊也沒有殺價, 本來以為是一個好的開始, 但猜不到原來這一張單, 是他後接單裡的價格算高, 那些報價更高的合作, 想要的是影片博主, 不過以他的能力和可投入的成本, 是不支持他買這些專業設備去拍片的, 而且他的精力都跟不上, 所以他決定停號不再更新的時候, 他當時一個月最多的收益就是2000元, 那他停更之前是同自己計了一筆數, 他說如果未來的帳號做得比較好, 有百萬粉絲, 由行情去看, 每個圖文的合作報價最多就是15000元, 真實的合作價可能會更加低, 而且品牌坊是會拿瀏覽量點贊數, 反正就是要計數據, 他說每個月可能你會有一兩單的合作, 賺到20000元, 你購買租屋食飯生活成本, 同自己去交社保公積金, 最後到你手的錢其實沒有你上班那麼高, 他計這條數記得幾準, 其實你去做, 就算你有百萬粉絲都好, 可能你賺到的錢都不是很多, 你兇有個名氣, 而且更重要的是, 他在這半年持續更新的過程裏面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, 就是沒有靈感, 一個人如果想要保持更新頻率, 找靈感是好煎熬的, 難受過你上班, 而且你是為自己負責, 而且他是沒有一個團隊的能力和魄力, 而根據他了解, 有團隊的博主雖然賺得多, 但付出的成本亦都好高, 三四個人的團隊每個月的收入少於10萬, 都可能會入不敷之, 更加不要講賺錢, 所以最後他是決定停更帳號, 做幾年的打工人更加實際, 或是儲存錢, 亦都沒有那麼大的壓力。 講完這些小博主, 原來是頭部的博主亦都很吃力, 根據這個小暖的經歷, 剛才我博主的經歷, 是一個叫做自媒體的真實縮營, 他講的東西其實大部分人都會遇到的, 再加上在大陸來講, 與外國, 即Youtube, 情況不一樣, Youtube是一個比較高的廣告分成, 你靠著流量, 你的影片是好的話, 始終會有人發現, 不會有人去看你的, 但是國內不是的, 關於這個影片的廣告, 其實沒什麼分成的, 我可以這樣講, 大陸你全部平台加埋一齊, 同樣的流量, 同樣的view數, 都不會及得上Youtube, 是同一時間加埋, 那麼多個平台, 你就知道其實是賺不到什麼錢, 你一定要去接商業的單, 所以大陸之前是有一個情況出現, 就是這班所謂博主, 或者視頻主, 集體停更, 因為賺不到錢, 根據一個叫做2024年, Youtube達人成長研究報告中的數據顯示, 在2023年, 主要社交平台過萬粉絲以上的創作者規模持續增長, 總量去到1400萬, 能夠逼到去頭部陣型賺大錢的比率, 只有1.7%, 那麼對於大部分人來說, 你去做到Youtube的主播, 其實都不容易的啦, 你要衝到上頭部要靠運氣的, 不是靠能力的啦, 而且, 由去年開始, 其實很多, 所謂千萬訂閱級的大主播, 都受到市場的惡意, 這份2023年到2024年的廣告主KOL營銷市場盤點及趨勢預測報告顯示, 它說2023年, KOL投放市場規模是900億, 增速與前幾年比是放緩的, 品牌方的投放開始傾向腰部傾斜, 所以頭部博主生存艱難, 競爭好激烈,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的, 譬如, 我放入你這裏, 價錢又高, 即是頭部主播, 但如果我放入腰部主播, 可能同一個價錢我找到好多個, 去叫做, 幫我推廣, 然後計回數, 瀏覽量差不多, 而且這些博主會自己想辦法去做好數據, 如果這樣的話, 譬如, 你有一條片, 但我放進去, 用你同一個預算放進去的話, 可能是課到十幾個主播去做, 不給你選擇, 選擇誰呀? 你自己心裏都會有答案啦! 不過, 其實這些在腰部的所謂博主呀, 視頻主呀, 即是大陸那樣叫的, 其實競爭好激烈, 全部都可以替代的, 所以那價錢大家亦都會鬥卷啦! 其實講到最後, 這一個就叫做所謂的流量經濟, 當然這個流量經濟是給了好多希望給人, 好多人就想著透過他, 就去做一個階級的跨越, 或者是一夜暴復, 但不是那麼容易成功的, 但這個對他們來講是夢想, 因為他但是沒有其他路, 是能夠直通上層, 不過啦, 真真正正能夠發達的, 只是好少好少的部分人, 而且這部分的人, 你還要注意你不要翻車,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, 你又沒有專業, 沒有技能, 你又想博一博, 想翻身的話, 可能就會去做這些影片博主, 但不是那麼容易成功, 所以你都看到, 對於河馬來講, 他同樣是那些沒有專業能力, 沒有技能, 肚無墨水的人, 他想透過這些影片, 或者是直播, 去為自己創造到一萬億的財富, 可以講得上這個夢想, 是永遠無辦法實現的, 他現在來講, 就算是想在上面每個月賺幾千元都難, 想賺回流量費用, 都不是那麼容易那麼簡單,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